8月份以来 美国抛弃阿富汗 仓皇撤军的情形 不但揭示了美国反恐战略的失败 也让许多紧跟美国脚步的国家 感到惊慌不安 近年来 美国收缩反恐战线 转向大国竞争方向 并拉拢了不少国家和地区 为其冲锋陷阵 在欧洲方向 美国经营的重点 则是中东欧地区 如今 面对美国 这次在阿富汗问题上的 现实主义做法 这一地区的国家 该做何感想 今后又将何去何从呢 9月1号 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终于和美国总统会面了 这场会晤从两年前就开始酝酿 直至美国总统从特朗普 换成了拜登 才敲定日程 最后 又由于美方忙于处理 从阿富汗撤军事宜 而再度推迟会晤时间 这场来之不易的首脑会晤 持续约两个小时 对于乌克兰最关心的 帮助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 以及帮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拜登给予了肯定答复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将这场访美之旅描述为 泽连斯基成功故事 那么除了拜登总统的口头承诺 泽连斯基还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在会晤之前 拜登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 额外提供6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军队 提供25亿美元的支持 去年的援助金额为4亿美元 这意味着 今年的数目将上涨到4.6亿美元 此外 在此次会晤中 美乌两国还签署了 铺固乌克兰能源安全的联合声明 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研发合作框架协议 以及国防伙伴关系战略 基本原则协议 这个协议应该是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了 美乌之间的合作的一个关系 当然大家很多的评论认为 这个协议没什么太大的用 但是其实这个协议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讲到了美国要推动 帮助乌克兰推动 这个防务体系的改革 这个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 所谓的北军标准化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了 和乌克兰未来的军队的建设 特别是涉及到了一个防务 就是军工体系 从你的设计 你的运作架构 到你的国防物资的采购 怎么样去实现一条龙的 全体的实现这个北军标准化 然而在很多西方媒体看来 泽连斯基访美 似乎离成功还有不少距离 尤其是在加入北约这个问题上 白宫的态度显得过于克制 拜登只是口头表态 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大西洋愿景 而没有具体内容 实际上 美国在对待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并没有出乎外界意料 西方国家在批准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的犹豫不决 让泽连斯基十分失望 他认为加入该组织能给予乌克兰更大的保护 9月10号 泽连斯基在亚尔塔欧洲战略论坛上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 并且如果事态朝这一方面发展 将是俄罗斯的最大错误 这一刺激性的言论 再一次让俄乌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这个话实际上是对美国 包括其他和北约国家 没有办法短时间接纳乌克兰的一种自然反应 之前类似的话很多 如果乌克兰与俄罗斯爆发全面战争 那么几天就会被俄军全部击败 目前看整个的乌克兰 包括总统以及政界 对加入北约 现在是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 已经达到了一个病态的焦虑状态 对俄罗斯所谓威胁的焦虑 并非只有乌克兰独有 在中东欧 美国利用这种焦虑 筑起了一道针对俄罗斯的防线 今年4月中旬 美国声称为了报复俄罗斯 对美国大选的干预 以及其他恶意行为 驱逐了10名外交官 美国的两个欧洲盟友 波兰和捷克紧跟脚步 相继驱逐3名和18名俄外交官 作为回应 俄罗斯采取对等反制 驱逐了10名美国外交官 5名波兰外交官 和20名捷克外交官 紧接着 第二轮外交官驱逐战又开始了 捷克一口气驱逐了63名俄外交官 中东欧多国跟进 斯洛伐克宣布驱逐3名俄外交官 立陶宛宣布驱逐2名俄外交官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各宣布驱逐1名俄外交官 罗马尼亚宣布驱逐俄罗斯使馆 一名副武官 俄罗斯对这些行为 都采取了反制行动 这次外交战的工件 全是中东国家 老欧这国家没做 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说中东欧国家 在对俄政策上 形成一个抱团 抱团来集体地像 不光是像俄罗斯世界压力 同时是要做给美国看 做给德国法国看 不仅仅在外交上 在军事上 美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 也越走越近 2020年6月 波兰政府主动表示 愿意提供 多达2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 接收美国从德国 撤出的1000名美军 2021年6月 美国宣布已经开始 在波兰安装目击 宙斯顿武器系统 这意味着 一旦用巡航导弹 替换反导导弹 俄罗斯的整个欧洲部分 都将成为 美国巡航导弹的目标 周边的军演可谓层出不穷 这其中也少不了乌克兰 与中东欧国家的身影 5月5号 北约多国军事演习 欧洲捍卫者2021 在爱沙尼亚拉开序幕 演习横跨大西洋 穿越欧洲并进入黑海 号称是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多国 25年来在欧洲 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演习 6月28号至7月10号 乌克兰和美国主导 多个北约成员国参加的 海上威风2021多国联合军演 在黑海举行 7月17号至30号 乌克兰与美国 波兰和立陶网 举行三舰2021联合军演 这是该军演首次 在乌克兰举行 一些中东欧国家 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压力 而倒向美国 那美国又为何近年来 如此看重中东欧呢 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 麦克尔·麦克福尔 曾经点评过 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 所起的作用 他在文章中透露 那就是金服只是一个借口 美国在这个地方 首先它的安全担忧是没有的 就对于美国国家的 本土的安全担忧是不存在的 离美国太远了 经济的分量不高 在美国经济版图中不是关键 但于反国来说 对于俄罗斯来说 对你攸关家门口的战略重点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 它可以在自己 不那么重要的一个板块中 以小博大 四两拨千斤去拨动俄罗斯 最核心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因此有专家如果去评论说 基辅问题不过是 美国伸向东欧 去拨弄俄罗斯 去玩弄地缘政治力之手的话 是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美国足以 可以拿来玩地缘政治游戏的地方 乌克兰急于加入北约 北约大规模军演 俄罗斯频频遭遇对抗的背后 是谁在落子布局 中东欧多国为何冲在反俄第一线 亲美筹俄又有什么现实考量 在中东欧这盘棋局中 各方又将如何博弈 美国落子中东欧 深入国际为您解析 中东欧是北约对抗俄罗斯的前沿阵地 只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 和俄罗斯对抗的时候 中东欧的重要性才会凸显出来 冷战结束之前 中东欧不少国家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波兰等 都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 另外有些国家 还是苏联加盟共和国 冷战结束之后 这些中东欧国家 随着国际时局的变化 一步步成为了北约争取的对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 随着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 美国趁机调整它在欧洲的战略 提出北约东扩主张 意图将西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东移 以填补苏联解体后 中东欧地区出现的真空 1999年3月 北约第一次东扩 波兰 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 2004年 埃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7个国家加入北约 911事件之后 美国政府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 无暇塌顾 2011年5月1号 本拉登被美军击毙 不久后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美国将国防战略的着力点调整回到所谓大国竞争 尽管当时奥巴马政府大国竞争的重点是重返亚太 但是异常危机却将美国和中东欧国家 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2014年3月 原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 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随即宣布接管克里米亚 地缘政治动荡中 中东欧国家再次成为了大国动制的前沿 中东欧国家对自身安全产生了极为不安的情绪 2014年以后 中东欧国家反俄罗斯情绪进一步的被激化 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所谓的这种压力越来越明显 特别是像布洛蒂亚三国 像波兰都感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来自俄罗斯的压力 这个时候他们就更加的需要美国的这种帮助和美国的支援 2014年6月 奥巴马开启欧洲之行 首战是波兰 奥巴马极力想给在防务上依赖北约的国家吃定心丸 当天奥巴马宣布了欧洲再担保倡议 承诺用10亿美元强化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美国白宫表示 这一项目将从海陆空等多方面增强美国在中欧 以及东欧地区的军事部署 奥巴马似乎在向世人宣告 美国管得了亚洲 也照得住欧洲 安抚和打气的意味浓厚 2016年7月 北约华沙峰会决定向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派驻军队 此后 美国领导的北约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 显著增加 极大提升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奥巴马时期 毕竟在某种程度上 包括在对乌克兰问题 对克里米亚问题 还略微有所节制 那么到特朗普上台以后 很多的美国政客指责俄罗斯影响了美国的大选 他会觉得这是一种耻辱 所以他有一个强烈的反弹 特朗普为了自身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中间 能够站稳脚跟 他恐怕要在反俄的问题上更加急 举个例子来说 奥巴马时期就已经批准了 对乌克兰的军援和军售 但是奥巴马政策并没有去落实 这个改变是在特朗普 尤其是在2018年 特朗普在发布国情咨文的演讲中 将大国竞争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 更直接了当地把俄罗斯定位为超过恐怖主义的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 因此中东欧国家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首访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就是波兰 对波兰的赞美应于言表 从地缘角度来看 波兰与乌克兰交界 还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交界 而这块飞地正是俄罗斯在欧洲极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塞 因此波兰自然成为了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前哨阵地 2020年7月末 美国与波兰就加强防务合作达成一致 美军将大幅增加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 据悉 驻波兰美军人数将从此前的4500人增加到至少5500人 驻扎方式也将从轮替驻军转为永久性驻军 波兰只是一个缩影 事实上 美国和北约在保加利亚等国建有军事基地 在北马其顿等国建有情报基地 在波兰 罗马尼亚等国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 在拉脱维亚 立陶宛等国进行轮换驻军 在波兰进行长期驻军 中东欧16国中有9个国家拥有美国军事设施 乌克兰急于加入北约 北约大规模军演 俄罗斯频频遭遇对抗的背后 是谁在落子布局 中东欧多国为何冲在反俄第一线 亲美抽俄又有什么现实考量 在中东欧这盘棋局中 各方又将如何博弈 大致说来 中东欧包括中欧东部的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波兰 东南欧的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波黑 塞尔维亚 黑山 北马其顿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加上波罗地海三国 这些国家被称为新欧洲 西欧则被称为老欧洲 新欧洲与老欧洲诉求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中东欧这盘棋局中 美国落下的又是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奥巴马执政时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太 美国扬言削减驻欧美军 欧美关系出现裂痕 特朗普执政时期 奉行美国优先的做法 大搞单边主义 欧美关系进一步疏远 跨大西洋结盟关系难以为继 拜登上台后 有意修复与欧洲的结盟关系 美国回来 超级联合成维亚 我们不回向 我们一起看 让我解释任何疑练 尽管拜登试图弥补裂痕 但是在法国提出欧洲主权和欧洲战略自主的背景下 欧美关系愈合并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老欧洲国家在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近邻时 态度和美国难以完全一致 例如在双方争议多年的天然气管道 北溪二号方面 9月10号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 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全面完成 这样该公司经由波罗的海直接向欧洲输送能源的能力将翻番 乌克兰和美国一直严厉抨击该项目 理由是欧洲将因此越来越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另外乌克兰和其他东欧过境国担心将失去从俄方 为通过其领土出口天然气的付费收入 而德国能源供应严重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 比如2017年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 约占德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40% 北溪二号投入使用对德国有着重大意义 在与俄罗斯有关的问题上 老欧洲国家并不想一味随着美国起舞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这番话 可以说传递出了老欧洲不少国家的心声 一方面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修复 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 老欧洲国家更希望通过对话解决 尽管它是对抗俄罗斯和遏制俄罗斯阵营中间的一个组成部分 老欧洲国家更希望的更多的扮演一个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 而且也是我们看到了 默克尔也好 马克龙也好 这些年还是对与俄罗斯进行对话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欧洲国家在塑造未来的欧洲安全格局 欧洲政治格局 包括在塑造西方集团对俄政策方面 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这个作用 甚至是比较大的一个作用 实际上北约内部不希望乌克兰问题过度刺激俄罗斯也好 或者过度的引发冲突 导致地区的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会直接伤害地区国家 而不是遥远的美国 乌克兰问题如此敏感之下 北约其他国家的谨慎是可以想见的 当老欧洲不是那么听话时 新欧洲的特殊地位和力量便凸显出来 当美国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竞争者来对待时 新欧洲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 成为美国可以利用的工具 实际上与其说是美国选择了这些中东欧国家 不如说是双方互相的选择 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 反俄亲美也有多重现实意义 首先是安全问题 苏联解体以后 整个的苏联军事帝国土崩瓦解 那么这个状态下自己的安全靠谁去保卫 那么只有把目光投向北约国家 像波兰不仅引进了M1A1A2系列主任坦克 而且引进了F-35战斗机 引进了爱国者导弹 那么今后要在前沿位置上 以桥头堡的效应 对俄罗斯地面进攻 包括空中导弹打击 进行高效的拦截 所以这一点来看 各种武器装备正在加速美国化 加速北约化 另外波罗的海三国 各种野类行动也特别频繁 如果能够在如此近的距离上 进行各种野类行动 那实际上已经把路上的刀尖 抵到了俄罗斯的腹部 随时可以在北京地区 对俄罗斯发动各种攻击行动 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 中东欧国家也希望通过此次机会 提升自身在欧盟的话语权 真正做到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左右逢源 老欧洲国家 德国 法国 包括意大利 英国 这些国家 它在整个欧洲事务上的这种影响 包括在欧盟内的这些话语权 毫无缘缘要被新加入的 这些中东欧国家要强得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要对冲 老欧洲国家的影响 我要把美国的因素那儿去 我不是成为德国或者法国的 外交政策中间的一部分 我应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间的一部分 因为美国的因素在 我的地位和我的影响力 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对冲老欧洲国家的一个影响 然而中东欧国家真的能如愿以偿吗 早在8月18号 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就预言 阿富汗曾是美国在北约之外的主要盟友 但这个事实拯救了被赶下台的 喀布尔亲美政权吗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乌克兰的亲美势力 do you worry that america will abandon ukraine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at ukraine when compared to afghanistan I believe it's not an accurate comparison I don't think we can compare that ukraine to afghanistan I mean that ukraine is not so depend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Afghanistan was and I really believe that in four or five or seven days you can't take such a big country geographically as ukraine with such a quite big population and simply occupy it like that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 既希望与美国予以安全庇护的国家和地区 还为数不少 美国的实力与以往相比又正在衰退 美国在关键时刻 能否不抛弃盟友 不优先撤退 还真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美国在自己的国家战略中抛弃盟友是常态 无论是1975年抛弃南越 2017年抛弃叙利亚的库尔德人 甚至是在今年抛弃阿富汗 这都是选项 一旦自己的战略利益发生重大变化 盟友就向美国脚上了一只鞋 能够踢多远就要甩多远 那今后如果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异变或重大变化 那么这些在中间摇摆状态下的国家一定是其次 如果今后在俄罗斯南部 与美国和北约发生重大军事事件 一旦损害到现在的美国利益 那无论是乌克兰 捷克和罗马尼亚 都是美国抛弃的下一个目标 对于欧洲来说 中东国家无疑处于边缘位置 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他们却又处于欧洲和亚洲的夹缝位置 那么对于这些处于夹缝中的国家 他们倒向美国是对还是错 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虽然历史上有些小国的确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来裹挟大国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那也只能是暂时的 而此次美国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 已经足以警醒这些国家 对自己的未来应该做出审慎的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